剛剛第二節是講完轉會,第三節就要講一下 我們在曼聯本身球員的更新 第一個要講的就是Fred Marco剛剛睡醒了 Fred就是 之前大家有跟Fred的社交媒體有問迷和大巴報的資料,也在漫步編輯部也談過 就是說 不好意思,有點逐漫 Fred 已經在去加州,因為Morning也說 Fred應該會在美國跟大隊會合 這個發覺到了,因為剛剛昨晚在Fred的社交媒體已經說了 他已經去到加州的比華利山 即是說Fred應該會加入大隊 但是由於他在世界盃之前 被黃馬的隊友踢傷了 卡斯美露踢傷了 問題 究竟他的傷患是怎樣 未知,因為世界盃其實他一場都沒有踢過 OK,所以就真的看看他的受傷情況是怎樣 才可以看看他 他什麼時候可以加入我們的 團隊的訓練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除了Fred的傷勢不明朗之外 原來有多一個球員有傷的 就是馬迪 在官網上有一個update 關於三位球員 第一個就是馬迪 原來他在世界盃的時候真的有點傷的 其實我記得在世界盃的時候 都已經有 說過他有點傷,但媒體也沒有再追蹤 現在證實了 昨天阿摩尼奴就證實了馬迪有點傷,所以 為何看到他已經回到大隊 但是 未必有 球賽上,當然沒有正選 也是 板彈也沒有他,其實這就是原因之一 其實他也可能未能夠充足的操練 所以 暫時來說也不是太樂觀的,看看 他可不可以趕及在下星期 的比賽,或者 起碼可以趕及在季初的時候可以康復 所以大家要留意,我們雙兵 還有馬迪 另外 在官網的報導是說華倫西亞 他也說華倫西亞的確是有受傷 也已經回到馬迪斯特做復原 暫時還未明朗 什麼時候康復的 之前有一個報導說可能要4-6星期 但現在官方沒有證實 但就說肯定回到馬迪斯特 美國之旅如下的賽事都不會看到 華隊長 OK 當然有第3個球員說的就是馬迪 我們昨天也在跟你一起說 watch along的時間說了一點 首先恭喜馬迪 第二次做爸爸 第二次做爸爸 所以恭喜馬迪 但是也因為這樣 他離開了球隊 我也想說回一句 昨天我出了一個報道 根據馬迪斯特晚報的報導 摩尼奴已經證實了馬仔離開大隊前的2-3天跟他溝通過 這句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也是直呼回摩尼奴 他也批准了馬仔離隊 這句話 我發覺昨天推出後 再看一次的報導 這句話可能 未是100%準確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看回無論是官網的報導 或者是ESPN的報導 說摩尼奴說的東西 就在這裏下面看到 他說在2-3天前 這是一個個人的原因 每人都有自己 可以衡量自己 在一些 個人的事件上 尤其是 馬仔將會做人家的爸爸 這是第二次做爸爸 他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他要陪著他的 女朋友 去生孩子 所以 沒有人 有一個權利去阻止他 其實那個究竟 重點是馬仔究竟是否有得到 摩尼奴的批准 就是大家如何解讀這句 Nobody has the right to stop him 即是沒有人有一個權利去阻止他 我當時第一次看這句話的時候我的感覺就是 摩尼奴覺得不應該阻止他 就是批准他去 但是也有些朋友看完之後 就說不是 摩尼奴從來在對話裏面 都沒有說過批准他去 只不過我阻止不了他 有部份漫威看了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老實說 所以今天我覺得很重要 跟大家一起說 Exactly 摩尼奴說了什麼 因為我發覺我出了這個批准這件事的時候 可能是 有加了少許個人的感覺 實際上摩尼奴說的就是這樣 就是說 這些 私人的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 作為一個 就來做爸爸的人 他個人的判斷就是他要去陪 女朋友去生兒子 這個是個人的判斷 他自己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判斷 沒有人可以有權利阻止他 所以這就是摩尼奴說的事情 大家自己怎樣去演繹 大家自己想 我覺得作為 漫迷早晨 主持我有一個 責任告訴大家 Exactly 因為我自己出了報道 我再看看 可能這個批准 摩尼奴字面上沒有說過 但我的理解 就是這樣 所以希望大家都 知道實際情況 就是這樣 那樣的 原來Kevin 即場報道 多謝 他就說 迪基亞 都歸了隊了 IG有圖 這個我暫時 未見到 遲些看到的話 就可能跟大家分享 另外之前也有些朋友 就說回 關於衛利安和Rabbit的比較 都是 在年紀上 大家看到 Vancourt和Eric 都有 研究一下大家的觀點 有的不同 一個就覺得 年輕的好 有一個 Eric 就覺得年輕的好 Vancourt就說 覺得三十多歲 都要薄薄的 有時候 因為他好球 另外Kevin就說 巴黎的 Gudis 其實 都很適合我們 偏偏沒有什麼傳過 好像之前有 略的傳過 但又沒有那件事 Marco就說 可能想封煙 說待會我再找你 大巴拿就沒有再傳了 Raincourt也說 信聰兄就覺得 馬仔真的很大事 明天談談 既然信聰兄在這裡說 我也要做一個預告 明天的中午十二點 即是星期六 信聰兄和我會繼續做 雙紅球迷 講歷史 另外 還有嘉賓 明天 十二點 除了我和信聰兄之外 還有另一位 萬迷的我講迷 會和大家一起講雙紅球迷講歷史 記得留意收聽收睇 這一節大致上是這麼多